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一早上的10点18分 跌108点 今天行情是开高60点之后 瞬间击杀 最多跌了295点 又快又急 生病管经 因为院区感染又多出一个病例 包含杨志良前署长也再次的预告 一定会扩大感染在国内的部分 其实不应该 你可以提醒大家要小心谨慎 你不应该去制造这种恐慌心理 让大家那么的担心 这样是不应该的 那结果行情间出现了恐慌性的沙盘 最多跌了295点 可是很快就上来了哦 有那么的紧张吗 小心谨慎是必要的 可是你不要过度 当你过度之后 你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 我跟大家讲过 疫情越严重 行情越不容易下来 你看美国不严重吗 欧洲不严重吗 哪一个亚洲国家 比台湾做得好的 几乎没有嘛 全世界现在疫情是很严重的 台湾也不过才多一个而已 但要小心防范 不要造成扩大 这是每个人需要从自身做起的 可是不需要恐慌成那个样子 早上跌295点 你去杀低的很快弹上来 砍下去都砍错掉 你如果说是涨高的 那你砍那就算了 那如果是底部的 那你去砍就错了嘛 所以跟大家讲过 戴着口罩买股票 买底部不要去追高 追高掉下来很恐怖 底部的它会抗跌 尤其有基本面的 那要回升是很快速的 所以尽量买好公司 不要去买投机股 就是这个意思嘛 对不对 你看这个盘 今天大盘的成交量 72%在电子股 那传餐股的部分 今天也一样受到资金的排挤 你看钢铁股 重灾区 航运股 今天大跌之后 有摊上来 可是 太高了啦 不要再摸 市场一直都不放弃 成交量比重还是96% 还是很高 那你这样越买越跌 这样越买越跌 你一直加码 有意义吗 对不对 需要做到这个样子吗 长榮也是啊 一直跌 然后大家一直买 信心越跌越买 我不是没提醒你们 我都有讲了啊 自己小心谨慎啊 基本面不是很那么好的 你不需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嘛 对不对 多把你的资金摆在一些 高获利高成长底部的个股 相对会来的比较好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的部分 自身在补涨啊 最近外资一直在买自身 那当然自身也不是说什么多大的一个理由 或怎么样 只是因为很久没涨了 外资连续几天大买进去 那自身去年发布了减少资本支出50% 这会造成未来业绩没有办法爆发 可是每年获利为14块钱 应该还是能够做得到的 那为14块钱的获利 股价四十几块钱不贵 所以偶尔让人家拉伸一波 这是正常的 这也没什么东西 那你要买的话当然也可以 可是上来之后 60块钱附近 跳空缺口补掉 要记得买 这是抢短线而已 那短线要抢 你自己本身你要大概知道 目标在什么地方 会向紧爱会向纯 今天金融股的部分 一样被打下来 打下来OK啊 像金融股这个富方金 后来就能够求 最后下来可以减 目前正好来到月线的地方 你要减便宜货其实 大概四十六块半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区域 那滑通 外资一买之后 马上遇到大盘弱势 像中股票 跌了五六个月 而且去年四块钱 可以算是 最近这十年来最好 可是最后的风险很好守 走在这个低点外面 稍微这支靠后面 如果真的破 那该走还是要走 5% 6%给他没关系 不要去卡住 所以用底部的股票 你要守停存点 要防守很好防守 那如果防守点没有破 那就有机会出现补涨嘛 对不对 所以买底部也不是不能 也不是说完全无后顾之忧 都不用守防守 防守点可以守比较短 那连八科我在演讲会场上面讲过 连八科 外资已经开始在撤退了 不要再没了 外资虽然喊到一千块 你也不要认为 外资讲的话是实话啦 外资手中那么多股票 他一定越喊越高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连八科要小心 台积电我个人看法 利多已经用完了 只是不会马上下来 他会在高档震荡 他会在高档震荡 礼拜五的时候 日月光发布了财报 礼拜六发布财报 第四季的EPS 我们来看一下日月光 日月光第四季的EPS 2.35元 2.35元比第三季成长了49% 一季成长五成 算很厉害啦 去年美股获利6.47 年成长63% 也真厉害 创下历史新高的记录 那我大概估 以第四季能够赚到2.35 今年一定会更成长 今年搞不好8块钱都有机会 所以日月光 纵使涨到100亿四 你如果说以今年的本益比 以EPS8块钱来计算的话 那其实很低啊 连15倍都没有 纵使涨到114 连15倍都没有 所以今天日月光开盘之后 一度也被人家杀出来 你看一度砍到94 马上就被接走 目前在98.6 呈现上涨 比大盘强 而且外资加码动作一直没有停 所以说高档震荡 就不用怕他 你买高的 担心害怕一定会有 很容易杀出来 你买底部的 稳如泰山啊 我今天跟会员讲 持股抱着 会再去 因为业绩比预期中来得更好 比预期中来得更强 去年我原本估6块钱 外资估5块8 结果发布出来竟然6.47 竟然6.47 比预估更好 那这样的话 今年应该每股8块钱有 但8块钱有 也不是说他就不会跌 行情是一波一波一波 当这一波时间走完之后 该修正他还是会修正 可是如果说以他今年度 美股有机会8块钱的话 你看台积电本一比 都已经30倍了 绿月光本一比 如果不要说30倍 20倍就好 那么长线160 都有机会来 可是我的意思不是说 现在马上来 一波一波长线 今年度是有机会上去的 所以这一波不要追高了 该卖我会卖 卖完之后等他修正完 下一波还可以再做 这是相当具成长性的一家公司 值得大家锁定注意 那你看其他记忆体股 都跟大家讲过了 别去摸了 你看望虹跌了5% 华邦店跌了6% 南亚科跌了1.7% 我是不是给大家看过 我是不是给大家看过 我卖掉之后我就跟大家讲 叫你们不要再买了 12月8号我卖掉之后 我就跟大家讲 卖再买了 记忆体卖再买了 那整个所有坊间的消息 都还是一片的乐观 一直在讲涨价涨价 你看望虹 现在外资 临时宣布调降他的目标价 在上面大家都很乐观 然后跌身之后突然跟你 调降目标价 让你措手不及 这个就是外资 所以你要看得懂 看不懂你就被人家抓着鼻子走 都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你看记忆体股是变最弱的 跟我预告的一样 红海今天跌了三块钱 红海已经接近外资的目标 但外资目标又把它提高 那我个人觉得红海这里 当然还是会涨 可是速度会开始慢下来了 因为已经来到之前的高点了 已经来到三年前的高点 接近120了 所以这里震荡难免 反而这个地方我会比较看好 4938的河硕 跟华硕有 跟红海有比较的机会 等于像这种 莲涌 这个都长很高了 这都去那里管啊 这改变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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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这都在操作 友达群创 这两天报纸在讲涨价适成 那涨价适成 涨价应该是有啦 涨价应该是有 可是暂时还是要洗 等低一点再买 瑞就很可惜啊 要供的股票遇到大盘不好 外资连买三天 你看大盘不好它都能够撑得住 礼拜五台北股市大跌 它还涨一块钱 那今天跌成这样子 它打下去又拉上来 又快回到平盘 水中股票就是随时会供的 就是随时会供的股票 瑞可以特别注意 金测有点太高了 受贵于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可是目前在淡季 到900块钱这里就有点贵了 那稳帽 我上礼拜跟大家讲过 这一波450已经 已经插完了 所以不要再追高了 这慢慢的会往下修正 等下一波再来 长期还是很乐观的 长期还是很看好的 那原相 这随时可以起来喔 因为3D感测 感测元件的部分 不单只是用在游戏机跟监视系统 现在开始也用在自动驾驶跟辅助驾驶 所以这个对于未来的出海口 应用的层面会更广 那对于原相来说是好事 那茂林 两日之内要注意 这个回档修正剩最后两天时间 这两天还不会上来 礼拜三过后 茂林就要注意了 反转时间结束掉之后 就有机会上来了 那抬光电也很可惜 底部完成要冲 遇到大盘不好压下来 可是很好守 你防守点守这外面就好 如果真的破 那退掉也没什么要输费 可是如果没有破 就有机会喷出去 外置目标价210 所以你买这种底部的股票 安全度够 你要守停损停利点 都很短 好返甲特斯拉概念股返甲 这也是刚刚开始而已 指标有点高 再修正 趁它震荡过程当中有蹲下来 目前年线 月线半年线都集结在相同的地方 不一定会来的 有来我觉得是好机会 相同股票压回来 就可以比较放心 也不会多啦 也不会多在那 好 今天橘子跟 心象就大涨 因为当大家在担心疫情的时候 今天很明显的 防疫干领股就起来了 今天防疫干领股就起来了 很大刚才一度拉到涨停板 抗那箱也大涨 包含额温家的部分 防疫干领股今天全部都起来了 所以当大家担心疫情的时候 防疫干领股沉了那么久 短线上就有机会表现 那这个疫情的部分要看 后续的发展 我个人觉得 台北股是反应过度啦 那除了 防疫干领股以外 游戏软体股也是受惠于疫情 因为如果疫情越发严重 那么对于游戏干领股来说 反而是越有利的 游戏即将要开始放寒假了 大学生已经放寒假了 那高中生这个礼拜要考期末考 考完之后也开始放假 所以看这些游戏软体股也 受惠上来 星象涨 网融涨 但最好的还是星象 橘子也涨 我们上个礼拜五 趁打下来我们750、760 也是再落Q了 那Q了之后现在七个月 所以说你要买目前旺季的股票 你要买目前旺季的股票 对 你要买旺季的股票 我们星象695、700买的 然后上礼拜五压回来 我们又继续加码 750 今天又上来 所以还有很多底部 刚要接棒起涨的个股 你不用担心过多 指数的部分你不用担心 重点在于你在选股上 你要找底部轮动的格局 泰鼎也不错 泰鼎这个是休息 差不多快要反转了 那你这个停顺点 手这个外面就好 一点点 暗中几几两颗银 暗中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泰鼎去年每股获利大概有7到8块钱 获利创历史新高 7到8块钱的获利历史新高 股价也相近整理一段时间了 所以这个防守点很低 防守点很低 有机会形成一波新的起涨 像中股票我觉得都值得赌一把 就值得赌一把 高尔夫球干开始进入旺季了 你看高尔夫球干的族群 大田 明安 这都整理5个月以上 这要开始进入旺季的股票 这也可以特别留意 好 今天华硕跟河硕 你看今天河硕跌下来 这个下来都是好机会 这有来的都是好机会 我在演讲会场上面 特别跟大家谈到 河硕未来将会追价红海 这边管音 你没有来听我就没有办法 那我只能讲说以河硕这种价钱 有来你就买就对了 有下来你就买就对了 这个未来百元 这个高点都有机会突破 就像华硕 河硕 这个下来都是买 那华硕我们也买很低啊 那你们也知道啊 我们两百四的四块开始买嘛 好 这个蹲下来 也是逢低布局的股票 所以尽量去找底部的起涨股 起关的就不要去堆啊 今天国具找盘一度跌了十几块钱 它跌的蛮多的 跌到583 583跌了19块钱 所以很多人恐慌就乱杀股票 我是跟大家讲过 国具要不要卖 你要先参考什么 参考日本两大厂嘛 春田制作所今天涨了1.2% 太阳优电今天涨了0.3% 所以就不用担心嘛 对不对 你再去杀低就不对啦 你看是不是下去马上就上来了 漏起马上就起来了 把人提高目标价680 680我觉得也没什么 那总归我们买这么低的 就不怕它嘛 就不怕它嘛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是正确的 现在只要是高档的 你就尽量避开 跟我一起来买底部的起涨股 对我来买元月的避涨股 一天一个便当而已 一天一个便当而已 方法对了 30% 50% 结果都要坍下去 我们的负转线02 2392 3988 02 2392 3988 那股票的问题 我现在都尽量在直接简讯里面 在网络上 节目下面的网络上就直接回复了 因为你每天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截股票 在节目里面去截股票 那有些也不是那么想听 只有节目时间录那么长 所以你有股票问题你一样留言 我直接在你的回复上面直接答复你 那记得你有留言的回复要记得看 那留言不要有股票问题要留言不要留太晚 我大概每天晚上11点开始 我就开始回复大家股票的问题 所以你有股票问题的话 你直接留言没关系 我直接做回复就好 就不在节目里面去浪费大家的时间 因为毕竟时间还是宝贵的 时间就是金钱 好我们下午见